来自花联的原住民团体 特别将阿美族的鼓调 翻译成为我阿姨也养 在网路上爆红 而负责拍摄MV的导演朱永军 也在玉里镇积极地推广 嘻哈街舞运动 深受青少年朋友的喜爱 特别透过玉里镇的体委会 以及副议长潘岳霞的协助下 举办了全国的来预备街舞大赛 第一届全国来预备街舞大赛 来自全台各地的武林高手 不论个人或团体 不远千里道场尬舞 场面盛大 举办方忧心参赛队伍少 以及不被地方接受的嘻哈歌舞文化 也因此一手二空 共同享受嘻哈街舞文化运动的乐趣 我觉得现在我们花东的舞者 或是歌手其实都不错 可是都是往北漂或在北部发展 或是在各地发展 可是我希望我回来的原因就是希望 其实你的家想也不错 可以结合我们体育啊 结合观光啊 然后一起去做这个演出 把花东年轻化回来 就是活力年轻的热情 为花联原住民团体 Aboriginal United议员 负责拍摄网络爆红 原是嘻哈舞曲 我阿姨也养MV导演的朱永军 这一次也特别邀请Aboriginal United 到场担任评审 就是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力量 然后让更多在外打拼的朋友 然后愿意回来自己的家乡 就是回馈给这片孕育我们的土地 朱永军为御礼人 近几年在御礼镇蹲点 推广嘻哈街舞运动 深受青少年的喜爱 这一次除了透过御礼体委会 花里县议会部议长潘岳霞更是支持 催生这一场街舞大赛 并且纳入巴通关单项竞赛项目中 让街舞运动也能成为 御礼的运动经济产业 因为教育是我们最清楚的教育 那为什么要邀请校长们过来 来看看我们的街舞老师 这么的优秀 有机会让我们的街舞老师 能够到学校来带提议课程 或是各方面的一个提议活动 甚至街舞也带到学校去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成长 花莲南区资源远不及北花莲 但是却有在地青年子弟 乐于为故乡注入流行歌舞文化 街舞运动 县长徐正卫高度肯定 更是亲自到场力挺 未来将做年轻人的后盾 全力协助 没有一个地方有八通关 对不对 那个地方在哪里 在花莲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八通关 把它注册下来 这样子未来这就属于花莲县 而且是非常具足代表性的一个运动的赛事 也是代表玉里 卓西的很重要的一个赛事 虽然南区老少人口结构比例高 但对于青少年文化的接受度与包容性极为宽大 这一场嘻哈街舞大赛 老老少少热情参与 正式列入八通关单项运动竞赛项目之一 希望也能带动南区另一波 休闲运动经济产业的高峰 记者时玉兰玉里采访报道